1月到3月失业率明天公布 政府预料会进一步上升 短期内亦都难以好转 有工会就促请政府尽快设立失业援助金 职工盟属下两个工会最近在网上收集 零售及保险业等从业园 共270多份有效问卷 4成2人说被减薪 2成半人要放无薪假 近3成被解雇或被迫辞职 这个月就准备失业了 而太太就已经3月失业了 工会促请政府设立免入 涉及资产审查的失业援助金 工联会过去一星期就访问 200多个非公屋住户 6成有做楼宇案揭 超过3成有银行债务和透支 一半用户说还款能力不足 近1成说无力还款 建议银行加大舒缓措施的力度 是应该全面落实 帮这些负债家庭做到 一年可以选择还息不还款 以及延迟压后还款 这两个的做法 我想这些才是真正帮到市民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至就说 去年12月至今年2月失业率 升至3.7%的超过9年高位 由于数据未能反映疫症全球大流行 预计1至3月失业率 和就业不足率会进一步上升 就业状况亦难以在短期内好转 政府未来两年在公司型界别 会创造约3万个有时限职位 这个年度亦会聘请超过1万名公务员 和5000名短期实习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 未必能做到最周全 但可以一定程度 缓解失业率上升的速度和幅度 无线电视机者一锤只认不得